黃國昌,這就不用介紹了,這個立願戰神 這個打帝的能力,大概一流 我猜人齁,那些貪官污吏,有種屁屁抓 我相信台灣民眾黨,不會是一個 不管幹了什麼爛士,都全力要全黨挺一人 這樣子啊,的政黨 2024年,義無反顧,拚一次 黃國昌,這就不用介紹了,這個立願戰神 這個打帝的能力,大概一流 我猜人齁,那些貪官污吏,有種屁屁抓 那他在沒有當立委的期間,有成立那個崔少哲保護協會 還是繼續再維持台灣的司法徵命 我希望他的加入,不僅是監督 做一個立法委員的身份去監督外界 也包括監督台灣民眾黨 因為我相信,要相信制度不是相信個人 我們宗教還是建立一個制度 才能夠確保我們不會腐敗 那黃珊珊的話,這個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非常榮幸有三年的時間 在台北市政跟她共識 她的執行力非常好 事實上在萬華的防疫期間,你知道 我想那個表現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她有六屆思議員的經驗 現在在進入國會,我想應該也會把我們的 我們的問政風格,帶進國會去 我相信台灣民眾黨不會是一個 不管幹了什麼爛事 都全力要全黨挺一人 這樣子啊,的政黨 那至於說,在其他公共政策上面啊 的討論 還是要秉持著事實的基礎上 我覺得才是一個比較健康的方式 在我們秉持信念,持續努力之下 一定可以為台灣打造一個 最強而有力的監督部隊 在國會裡面,為人民發聲 2024年,義無反顧,拼一次 在國會裡,為人民幣